白帝城位于什么县 白帝城风景区位于重庆市凤杰县东部 长江三峡西首 白帝城原名紫阳城 西汉末年公孙树巨树 在山上筑城 殷城中一景长茂白气 宛如白龙便借此字号白帝 并命此称为白帝城 汉朝曾在此设于富县 是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 和商贸物资集散地 白帝城有泰山之风貌 有兔儿岭之怪师奇观 历代著名诗人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 苏氏等都曾登山作诗 因此又有诗城的美誉 诗内自然景观丰富 有赤甲山、奎门、天鹅湖等 白帝城是长江三峡上 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 现为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